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你好 这里是一星期一本书 我是伊米 今天想和你分享 简叔姑娘的原创文章 好的夫妻都是各过各的 当然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别忘了在文末右下角 为我们点亮赞和再看 接下来的时间 就把耳朵交给伊米吧 最近在抖音上 刷到这样一条视频 视频中只见博主 轻轻按一下按钮 床就被一分为二 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原来夫妻分分合合床 是为了给夫妻双方 创造独立的空间而设计的 然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这样一条视频下面 竟然有几十万的点赞 评论中 很多网友都在调侃着自己婚姻里 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认为夫妻虽然是共同体 但并不意味着 两个人可以不留缝隙地 粘合在一起 相反 偶尔的分床睡 反而能体现出 夫妻之间的尊重和包容 想来确实如此 毕竟绷得太紧的绳子容易断掉 管得太多的关系 迟早疲惫 爱人之间若是不能保持 适当的距离感 一旦发生碰撞 那么再深知的感情 都会产生裂痕 很多时候 感情就像是握在手里的纱 抓得越紧 反而溜走得越快 如同水满则易 月圆则亏一样 凡事当有度 否则物极必反 好友奶奶就讲过 她表姐的一段婚姻 表姐当年一毕业就结了婚 在家做了全职主妇 姐夫是个友善尽心 也肯吃苦的男人 工作上常常忙得团团转 可是在表姐看来 爱一个人就要清楚 她的每个想法 熟悉她的每个动向 这样才能更好地 了解她的全部需求 所以她上班打电话 下班追问行踪 恨不得时刻与丈夫 粘在一起 她原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能让这个 在外辛苦工作的男人 感受到她的爱和温暖 可惜 事与愿违的是 对她丈夫来说 这样没有界限感的婚姻生活 让她觉得喘不过气 于是 那个过去忙完工作 就和她待在一起的男人 总是找各种借口 回来得越来越晚了 而表姐因此 也变得更加敏感 终于 在表姐的一次连环靠种 表姐夫彻底爆发了 一番激烈的争吵后 他们已离婚 结束了这段 只维持了三年的婚姻 有句话说得好 喝酒不要超过六分嘴 吃饭不要超过七分饱 爱一个人 不要超过八分满 婚姻里 很多人都喜欢 全身心地扑在上面 整天围着对方转 期望着能够增进彼此的感情 殊不知 花开一半时最美 酒饮微醺时最纯 凡事过犹不及 那些动辄就不管不顾 爱得太满的感情 往往都离结束 没有太远 听过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两个自由人之间的爱 拥有必要的张力 这种爱牢固但不板结 缠绵但不粘质 深以为然 想要维持一段长久的感情 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和一定的热情 在纪录片《人生果实》中 有这样一对令人羡慕的夫妻 90岁的修一先生 与87岁的英子太太退休后 便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他们结婚65年 却极少发生争吵和矛盾 事实上 这是两个生活习惯 性格都不一样的人 英子太太做事大大咧咧 不喜欢在意小细节 修一先生内心则细腻柔软 做事非常有条理 不过面对彼此的差异 他们夫妻有一个特别的 维护彼此私人空间的方式 写留言板 不管发生什么 他们从不互相干扰和责备 这是为彼此的私人空间准备的 夫妻之间不能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用小纸条 提意见的和被建议的 都不会觉得别扭 所以修一从不擅长英子的厨房 干涉她的烹饪 修一每天要写十封信 维持和朋友的联系 英子也从不打扰她 他们允许彼此有空间 做自己喜欢的事 互相有话想说的时候 就通过留言板的方式 记录下来 再和对方进行交流 在婚姻里 很多人害怕有了距离 会导致感情的疏远 其实不然 给予彼此独立的空间 很多时候 反而是给趋于平淡的关系 提供了一个缓和的契机 好的夫妻关系是什么样 青山就曾在 《墙威岛屿》一书中 揭示过爱的真相 最好的爱情是 两个人彼此相伴 不要束缚 不要占有 挫折面前 我们是可以同舟共济的家人 琐碎日常里 我们是固见情深的伴侣 我们相互依靠 却永远是 并肩而立的两个人 曾在知乎上 看过这样一个问题 婚姻中 什么样的伴侣 是最有魅力的 底下众说纷纭 其中一个高赞的回答是 不管结婚多久 那些在婚姻中 仍保有自己单身力的人 是最有魅力的 也唯有这样的两个人 生活在一起 彼此之间才能产生 源源不断的吸引力 细细想来 倒也情真意切 朋友小娜 每每谈到丈夫时 满心里都是欣赏和崇拜 因为在她看来 丈夫是一个在工作上 有长远规划 生活上也完全自律的人 而因为有这样 优秀的伴侣在身边 小娜一直以来 也都很认真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健身 学烹饪 独自旅行 和朋友合伙创业 喜欢的事情一件都没有落下过 在她看来 夫妻相处 要保持一个黄金距离 拥有各自的单身力 但又能给予彼此力量和爱 啥 两个人相爱 分得开 才能更好地合 就像松普 米太郎在 《今天也要用心过生活》 艺术中说的那样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很快乐 不在一起时 两个人也都有各自 想要做的事 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很多人在结了婚以后 总会把自己和另一半绑在一起 殊不知 在一段长久和真挚的感情里 比起成为别人的丈夫和妻子 拥有单身力的人 才更有魅力 很喜欢艺术说过的一句话 人生短短数十载 最要紧的是满足自己 而不是讨好别人 真正长久的婚姻 都是各过各的 我们可以一起待在家里 柴米油盐 也可以各自成长 互放异彩 因为从来不是空间上的亲密无间 造就了感情的长久和舒适 而是好的爱人 成全了心与心之间 不断地靠近 余生愿我们都能拥有 自己幸福的家庭 也能学会把做自己 爱自己 放在生活的第一位 做个自由 自信 又自爱的人 共勉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文章 感谢各位的聆听 听完 如果您有怎样的感触 也欢迎在文末 写留言的区域 和我们分享 同时也别忘了 点击赞和再看 支持我们 我是伊米 我们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